民國101年5月9號 當年桃園龜山豐樹國小學生 配合當年教育部電子書包教學計畫 在師長的帶領下到警察大學和寿山 也歡迎四參訪 利用QR Code等科技 幫助師生更方便來學習 在學校裡面接觸電子書包 將近快兩年的時間 那我們很明顯感受到 學生在資訊的操作這方面 很明顯的進步 對於學生的學習性質 也提高了很多 這是我們就實驗這一年 多來觀察所得到的結果 可以在導覽這個之後 有一個立即的 經過這個教學設計的 一個闖關的一個活動 讓學生在這邊 經過講解之後 馬上就能夠去 複習一下就是 這個志工們講解的 對於這個地方的一個古蹟 那也就是說 學生可以馬上做一個小評量 去做一下了解 當年豐樹國小 共有125位學生參與這項計畫 並結合校外教學 與社區資源 帶同學們體驗 不同的學習體驗 校方表示 科技應用在教學上 已經是不可擋的趨勢 只要在教學過程中 教導孩子們正確的使用方式 相信在未來 他們會更懂得運用科技 而不會產生過度依賴 記者綜合報導 要請教導 按讚 按讚